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首先是东北城市哈尔滨,这里的维度比较高,避免了被阳光直射的情况,所以大多数的女孩子都是皮肤很白的,俗二说一白遮三丑,美女自然是很多了,再加上哈尔滨离俄罗斯很近,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会和俄罗斯人结婚,生下混血宝宝,大眼睛白皮肤,再加上大长腿,颜值绝对不会低了。 还有就是火锅城市成都罗,这里的美女可都是大家公认的,成都最有名的就是火锅罗,然而成都妹子也有着和火锅一样的火爆性格,非常的豪爽,与人很好相处,这样性格的美女就有一种很大气的感觉,所以成都美女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。 最后一个就是温文尔雅的杭州美女了,杭州一直以来被誉为天堂般的江南城市,这里的美景一直是大家心神向往的,然而美女也是杭州最大的亮点,杭州美女的身上带着江南姑娘的古典美,她们和成都妹子不同,温柔是她们的代名词,也是大家最爱娶回家的女生,更是居家型媳妇的代表。 不同的人对美的定义不同,喜欢美女的类型也不一样,每个地方都有美女,只是都有各自的特色,对于这三座生产美女的地方,你想不想去亲自看看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